忽然變胖幾公斤 其實是需要看醫生的 有這麼嚴重的嗎 其實正常的話 我們一般講胖有幾種 一種是水腫 水腫就是假胖 比如說你可能吃太鹹了 然後或者是說喝太少的水 那可能你的鹽分在身體裡面 那假胖可能水腫 大概1公斤到1.5公斤左右 那如果你大概超過2公斤 那大概就是認真 就開始要有點變胖了 那一般正常人 只要超過3公斤之後呢 就很難減 這就是很難減 以我們這樣10幾年的減重經驗 只要超過5公斤以後就會放棄 因為他就開始 從S的褲子買M的 或是他M的就買L的 那只要6公斤以上的話 他其實就是開始 繼續一直發胖了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漸層的 所以休止性就 你說這是減肥的那種 心理狀態嗎 對... 所以減肥它會卡一個休止性 就卡在3公斤 就是3公斤以後就會沒有休止性 就會想辦法換衣服 然後換中級褲 就是比較輕鬆的衣服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 就是只要超過3公斤以上 其實你就可以回 現在有很多減肥門診 或甚至有很多的 那個運動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趕快把它消耗掉 但是真正要消耗熱量 其實我們建議吃完之後的 那兩三天 其實就要趕快去運動 去消耗掉這樣 等一下我們這邊問一下 就是說年後甩油 有什麼這個飲食指南 可以教教大家 就是年前吃大餐 過年吃大餐 那年後我們開始要吃什麼 其實我有設計一個食譜 送給大家 因為講講太多或講很多原則 大家其實都有一點沒辦法遵守 所以我就幫大家設計了 早餐 午餐 還有下午茶跟晚餐 那幾個大原則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早餐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就是澱粉加所謂的蛋白質 然後再加一份的水果 其實一份是一個飯碗嗎 一份的水果就是一個碗的水果 那盡量挑那種水果 就是不要喝果汁喔 喝果汁就會破功 所以盡量就是挑 可以一直攪一直攪的水果 比如啦 比如說你吃葡萄 是不是一塊就是一顆一顆 就很快就把它吃掉了 那如果吃芭樂 是不是可以一直攪一直攪 所以盡量你的水果 是可以一直咀嚼一直咀嚼 你減肥也比較容易 比較不容易合成體脂肪 所以以這個組合 其實是給大家做一個組合 那地瓜可以換成饅頭啦 那如果豆漿可以換成 比如說你可以包 那個饅頭夾蛋也可以 午餐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 大家現在才開始上班了 外食了嘛 就麵攤的部分可以挑 那麵攤把握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吃乾麵 為什麼 對 因為乾麵它就是醬 不是說喝湯才會胖 所以我們就吃乾麵耶 對啊 對 所以就是要點湯麵 不要喝湯 然後乾麵一定會胖 因為乾麵它就是有醬汁 跟所謂的油脂都在裡面 所以減肥的那個麵條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禁忌 就是不要點乾麵 那如果你點湯麵啊 不管是點牛肉湯麵 或是陽春湯麵 或是什麼榨菜肉絲湯麵這一種 至少你麵啊 你麵的料吃完 你湯不要喝掉 那其實它的熱量就會少很多 而且通常我計算過 乾麵大概會比湯麵多個 150到200多 這麼多 真的 因為那個醬汁啊 那個醬汁其實滿高的 所以你反而點湯麵 湯不要喝完還比較好 另外下午茶的部分還是用水果 或是優格啊牛奶啊 起司這個來做取代 那晚餐喔 我建議就是分開吃 不要吃那種混在一起的東西 像我們之前在講說 炒飯啊炒麵啊 包子啊饅頭這種 就是那種燒麥包起來的東西 很多料放一起 對 如果你真的要吃 包起來盡量放在中午的時候吃 所以晚餐你看喔 幫你們設計的就是 飯啊 然後魚啊 然後你可以吃一般的肉也可以 比如說雞肉 豬肉 牛肉都可以 那一定要兩樣青菜 兩樣青菜一樣就是用燙的 一樣用炒的 那這樣子其實吃下來的熱量 不會超過一千五百大卡 會讓你很飽減肥 別會痛苦 因為減肥如果痛苦的話 很容易就會去放棄 這個吃完 連吃三天大概會打老婆你知道嗎 好 其實我發現 我其實發現會變胖的人 其實有一個 有就是說你吃東西要慢一點 你慢一點吃 其實你的那個 你的胃其實就會除了飽之外 你的感覺就會覺得飽 有時候你吃東西吃很快 很慢啊 因為食不下液 所以會 你有沒有真的說 我們好像人家說 就把胃撐大了 對 有沒有這種說法 真的是胃撐大了 所以我們後面 如果只吃你這一點點的話 它會有空虛感 對 所以其實 一般醫學上在講說 胃撐大 會撐很大 只有一種人就是要去比賽 那個大胃王 像大胃王他們之前 在訓練的時候 比如說要比賽前一個禮拜 他們會是用喝水 把自己的胃弄得很大很大很大 對 然後平常 他們的胃其實沒有那麼大 可是一般人 除非你真的吃很多 你才會把胃撐得很大很大 對 那只是因為你吃東西吃很多 只是你食量跟慾望變大了 其實你胃沒有大到說 一定要比原本吃更多啦 所以胃撐大只是一種形容 就是說你可能比平常的時候 吃更多東西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拿那個當藉口 不能拿那個當藉口 我們只要慢慢吃的話 那個飽足感 它需要一點時間上來 大概20分鐘到25分鐘 飽足感才會上來 所以如果你吃飯都喜歡吃 大概10分鐘15分鐘以內解決的 那你就會覺得好像吃撐了 但是還是想要吃一點甜點 還要再吃一點什麼東西 那就是你的那個飽足感 就是那個飽足的那個 那個分泌還沒有告訴你說你飽了 伊莉 剛剛方宇有講到水餃 水餃像我們到底是可以吃幾顆 我覺得水餃很 水餃我知道好像很慘 水餃很白白還慘 是嗎 對 與其吃水餃倒不吃 就是飯配菜配肉 因為水餃它有個麻煩 就是它絞肉的油脂很高 平均一顆水餃大概會落在 80到100大卡 所以你吃10顆 一顆啦 一顆 你學這個高 就1000了 對啊 金元寶那一種的話 大概10顆就是1000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水餃 第一個你可能控制在10顆以內 第二個就是不要再配酸辣湯了 因為酸辣湯就是勾芡的 勾芡的就會很容易合成皮脂肪 所以 而且我告訴你一個祕密好不好 各種的餃子 我想說 那我們要瘦一點 我們吃素的 素的 可是素的餃子要好吃 它在家的油比肉的還要多 這人會想想啊 所以素的餃肥 對 所以要吃水餃 盡量在中午的時候把它吃掉 就是一般 就是有包起來的都中午吃 其實我們通常減肥 如果很嚴厲要減肥 其實包起來的東西 都會先是第一波要戒掉 包起來的 包子啊 菜包肉包啊 韌菜盒子啊 煎餃啊 煎餃啊 水餃啊 還有就是連包餡的麵包都是 就是裡面都這樣包起來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一口氣把它吃掉的 然後裡面就很多油跟糖這樣子 蛤 我已經從15顆撿到12顆了 現在就說10顆以下 那就要運動啊